守墓人熊猫时装评测 这边的话我们来评测一下守墓人的熊猫时装 先看一下这款时装一个正面 这个透明仪的材质挺不错的 然后是时装的背面 有一只可爱的小熊猫趴在兜帽那里 并且这兜帽还是一个熊耳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款时装的话 它那个特效是一些竹子跟熊掌的 那种虚影并且会有飘落的竹叶 头顶的话有一片翠绿的竹叶 看一下脸膜吧 脸膜的话 它那个轮廓感觉跟颜皮差不多吧 但是它一个肤色好像是做了改变 另外它那个发型 有点像是没刚睡醒的样子 这是走动时一个效果 熊猫的话是那种 小熊猫是那种Q弹Q弹的 它摆动尾巴 秋季的时候可以观赏一下这个小熊猫 另外这款时装一个风格 还是非常的有那种辨识度的 这个配色十分的熊猫系列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搭配其他锅件一个效果吧 首先搭配的是这个卡诺匹斯罐 它那个下场之后我们是看不到时装的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搭配 其实都还可以 然后搭配的是中灵过剑 这款过剑跑动的时候它有点穿模 特效的话感觉挺适合这种小清新的一个配色 五个下场之后都差不多 另外特别喜欢这款时装一个手储物设计 应该是那种冰工厂吧 然后连接杆的话是竹子 标签的话还有一个类似是那种水袋 袋子的设计啊 趴着一只熊猫 然后这款浩竹的话没有那经过 然后大概评测化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